我們接下來六天我們想要通過三十萬的門檻 但是有一個忙需要大家來互相幫忙 就是說今天大家聽到我們演講之後回去 一個人拉兩個兩個人拉四個四個人拉八個 我們一起來通過三十萬的門檻 我們真的有機會重新公布高雄 找回我們屬於高雄的榮光 三月中旬我們把書記信交出去 然後接下來法定期限四十天 接下來到四月底前 選委會才會公告二階的罷免成效 二階罷免成立 四月底前 它必然拖到六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七的時候 才會是我們投票的投票日 那六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七投票以後 法定是在一個禮拜以內需要做公告 市場截止成立 那一個禮拜左右的期限 六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七投票 也就是說我們才有機會在七月初的時候 讓韓國瑜下台 那這就是為了讓我們儘早 我們哪一個沒有韓國瑜的報告 是需要做到一個總結國以後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六月到美內的一個總結說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總結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總結 我們所謂的一個總結 感谢观看